大家好,我們是大家國小的小朋友參加DFC活動挑戰 要挑戰的題目是大家河濱公園停車未停 因為停車飛遇太便宜 所以大家都把這裡當成自己的停車場 造成想要去玩的人就停在紅線上面 這是大家第一次開會討論 後面是我們擬定的計畫表 要是大家能好好停車就可以 讓想要去河濱公園玩的人都可以順利的停好車安心的玩 下面是我們問題的想說 我是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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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林靜雯 大家河濱公園就是8到10號水門很難停車 大家多多配合 那我們現在馬上停了河濱公園 第五 實踐 我們去河濱公園做了27份問卷調查 看看大家對河濱公園停車問題的看法 我們會看看樣的 通知結果發現大家都是開車來河濱公園 那如果没停车位的话 大家都是停红线 等停车位 甚至有人直接离开了 怎么解决问题呢 大家都说提交费用 或者是不能停太久 如果我们管问题解决 大家就说他们一定会回来 少数人说可能会 不会的就是因为离家太远了 看过了前面的问题以后 现在来看一下实况主播的连线 那已经说过了 那是全部的车辆 保救场远远超过了我们实话 玩的人那么多 而停车场却只有前面那一步 还有八号水门的那附近 整天甚至停到桥上了 这个问题真是颜色 请大家帮我们支持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也去找了大家里的里长 庄里长 他非常的肉心 也认同我们的理念和想法 接着我们想要写信给主管单位 于是我们选择了直接写信给台北市停车管理处的张处长 本来以为他不会回信给我们的 没想到他隔天就打电话来给我们 这是意外中的惊喜啊 处长也在电话中提到 我们所提出的这个问题 是因为停车费率太便宜 造成有人重机振用车位 所以想要去玩的人都没地方停车 他也承诺我们 会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并检讨与反思 在这次的活动中 我们学习到 生活中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要多去关心 不要觉得不可能 只要去尝试就有机会 不要想看自己 小孩也可以帮助大人解决问题哦 谢谢